这个男人开车时光顾着看美女 结果下一眼 虽然没有受伤 但汽车去陷进鸡血里动弹不得 无奈之下 他只好将汽车熄火 想下车看看附近有没有人居住 然而男人不长记性 刚走没多远 就跟美女聊起了天 回来却脚下一滑 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他的脚腕也因此受伤 无法继续前进 男人只能强撑着回到车里 处理完脚上的伤再做打算 可当他脱掉袜子 却发现脚腕已经肿起一个 拳头大的骨包 稍微动一下 就传来刺骨的疼痛 见伤势如此严重 男人知道 一时半会儿是走不了了 于是便想打开空调取暖 不料天气太过寒冷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汽车就被冻得无法启动 他有些慌了 赶紧打电话跟弟弟求助 没想到接电话的竟然是母亲 问他什么时候回去 可早在出事之前 男人就因酒驾被吊销了驾照 这次他又是喝酒开车 要是母亲报警 自己一定会进去蹲橘子 可这样干呆着也不是办法 很快他想到一个歪主意 男人打开社交软件 找出以前拍的汽车照片 配上文字 营造出他因为汽车被偷 困在荒野的假象 希望朋友看到后 能前来营救自己 不料直到晚上 男人都没收到任何回复 而这时车里的气温 已经降到了零下二十度 他再不想办法取暖 迟早会被冻死 于是男人立刻打开手机 搜索如何给汽车打火 按照网上的办法 他成功打出了火花 然而就在这时 母亲却再次打了电话 立刻接通电话 让母亲等等再打 令他没想到的是 电话另一遍 竟传来警察的声音 原来母亲看到 他在社交账号发布的内容 信以为真 便通知了警察 男人顿时慌了 事到如今 他已经无法解释 只能将错就错 硬着头皮鞭造汽车丢失的经过 慌乱之中 男人的言语多有纰漏 所幸母亲和警察 都比较担心他的恩威 没有过多在意 男人这才成功蒙混过去 但他知道 如果不尽快回去 结果发现 离自己有足足25英里 而他经过计算发现 正常情况下 都要走整整5个小时 更别提外面还下着暴风雪 自己脚上还有伤 稍微动一下 就会传来钻心的疼痛 根本不可能走出去 男人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留在车里 等待有人经过 不灵 就在这时 他被吓了一跳 看着被冻碎的玻璃 男人崩溃了 现在走又走不了 留在这儿 又有冻死的可能 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能靠着车窗 默默留下绝望的泪水 男人哭了很久 最终决定告诉母亲实情 毕竟对他来说 坐牢总比冻死要晃 可就在男人即将发送消息时 突然出现一条消息提醒 他点开查看 发现跟自己聊天的美女 正迅速靠近这里 男人瞬间抓住了救命稻草 急忙向美女求助 害怕美女不相信 他还专门拍下照片放在主页 证明自己确实被困 在男人的努力自证下 终于得到美女 愿意来救她的答复 看着两人之间 越来越近的距离 男人忍不住留下激动的泪水 现在他只需要默默等待 不用多长时间就能逃出生天 因此男人心情大好 还在车里放起了歌 然而他做梦也想不到 自己即将陷入更大的灾难 很快外面传来汽车的声响 男人紧张地系好安全带 想着自己终于可以离开了 不料下一秒 汽车竟突然受到猛烈撞击 在空中翻腾着 重重地摔在地上 被卷起的鸡血掩埋 他被撞懵了 直到看见碎成两半的挡风玻璃 男人才反应过来 发生了车祸 他急忙按喇叭求救 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看着手机上美女的位置提示 男人的心情十分复杂 他怎么都没想到 美女只会救人 却不懂得踩刹车 结果差点把自己撞死 现在男人只能想办法自救 于是他强忍着寒冷 打开储物盒 从里面拿出一把铲子 尝试把鸡血挖开 可天气实在太过寒冷 鸡血宛如煎冰一样 不论男人如何努力 都无法挖下一丝一吼 更糟的是 他的手也被铲子划生 鲜血止不住的向外流 男人彻底绝望了 他崩溃的大喊大叫 宣泄着对死亡的恐惧 不知过了多久 男人终于平静下来 他悲伤的看着家人的视频 希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能再看看他们 突然一张餐厅的照片 引起了男人的注意 看着上面的火焰 他的心中浮现出一个大胆的想法